好 接下來就是各位的練習 三公升的氫跟一公升的氯會變成氯化氫 氫氣加氯氣會變氯化氫 這個方程式很簡單 問你產生幾公升氣體 所以體積比就是墨數比 就會把公升變成墨就好 比如三墨加一墨會成幾墨就可以了 兩個是一樣的意思 好幾公升 氫也給了 氯也給了 所以要檢查 檢查誰過勝 誰用完 計算是要以用完的為準 計算是要以用完的為準 請問你 他應該是多少 停車戰界問 他應該是瓦追 現在應該要找兩男一女 一女叫做Burha 兩男叫做 怎麼 26 26 26不在 那就換30跟21 上來 不要踢到我的線 不要踢到我的線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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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就是我寫 我不會 插掉之後寫 我不會 插掉之後寫 我不會 插進 請問你 他多少 插個寫不會 都來了 想問有兩個人 我們今天到現在為止 只有一個人寫了正確答案 對 而且還亂算 因為上面沒有一個數字是 題目上有的數字 不知道大家怎麼算出來 曬到 其他的這個都曬到 還蠻厲害 這樣可以曬得到 然後呢 通通給我寫一個 我不會 來 簡單的化學劑量 老師說 來 這又是氣體 又是一樣 同溫同壓下 同體積的氣體 有相同的分子數 所以 同溫同壓下 體積比就是分子數 比 所以他在寫三公升 一公升 問你產生幾公升 就是問你三末一末 產生幾末的意思 一樣 比例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路 寫方程式的平衡 氫氣加氯氣 產生氯化氫 方程式寫完 第二步 乙枝跟鎖球換成末 乙枝 三末氫 以末氯 球 S末耳的氯化氫 S末耳的氯化氫 體積就直接換末了 第三 均衡係數比就是末耳數比 問題是你要挑誰啊 我知道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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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挑誰啊 就是老師說這樣怎麼辦 檢查 檢查有沒有誰過量啊 要用完的為準啊 怎麼檢查 老師叫做方法 我叫做方法這樣檢查的啊 一個氫要配一個氯 現在有三個跟一個 一個氫配一個氯 三個氫配幾個氯 三個 一個氫要配一個氫 一個氫配一個氫 上面的三跟一是我有的 下面的一跟三是我要用掉的 我有三用掉一剩多少 二 我有一用到三還差 二 負二 負二什麼意思 用完 不夠 零什麼意思 剛好 用完 正什麼意思 太多了 剩下 所以誰剩下 輕剩下 誰用完 綠用完 輕獲勝 剩兩末 綠用完 所以要以誰為準 綠為準 綠為準 末數比 均衡係數比 已知就是綠 手球就是綠花金 抄下來 1比2 綠 1 綠花金 S 1比2 誰算出來兩末 誰算出來兩末 這就是所謂的過量的問題 過量的問題不多 比較少 但是有的時候會出現 以前的學測也考過 比較久的 比較以前找的學測也考過過量的問題 OK 了解一下 重點是要檢查 A跟B都告訴我了 要我去算 要檢查 A跟B 誰過勝 誰用完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檢查 你叫給我檢查就對了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淋巴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齊姊課好練習